大家好 為各位介紹下面一張商品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車型呢是EC05 那為各位介紹一版這個GP的一個短版的一個前途廚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針對於GOGO2 還有這個洪家騰的AI1 以及各位目前所看到的EC05所設計製造的 那我們大家要知道這三台車其實前叉的部分是一樣的 只要是後來的GOGO S版 以及這個EC05 AI1 都在三星的一個內管的一個前途廚 那這組呢基本上都是對應這種的鎖點 完全做一個直上的動作 那短版的一個GP吐廚 然後百分之百的碳纖維製造的 那它是這個手工製作的 所以呢在這個量產的方面呢 數量會比較少一點也比較慢一點點 但以這個短版的造型來說 但目前呢GOGO能選擇的 嗯 款式比較少一點點 但是呢 目前呢賣個唱過沒有多種的款式 可以讓各位做一個挑選 這是其中一個款式 那我們來看一下側面的一個部分 那側面的部分呢 事實上它後面做的比較短 然後呢 一樣是雙鎖點的一個支架 一個支架是內鎖的 一個支架是外鎖的 所以總共有兩種的一個支架 那目前各位所看到呢 這個是GJMS的一個前叉 那前叉的鎖點呢 也是針對於原廠的一個鎖點做一個設計跟製作 所以其實這兩個鎖點呢 與像鎖說的三種車型呢 目前都是一模一樣的鎖點 所以你買回去 如果是原廠的前叉呢 也是可以直接做一個安裝 然後在高度的部分呢 它有預留大概 呃 一個指頭多一點點的一個寬度 所以如果有在裝大胎的朋友們 那當然是可以執上沒有問題的 然後短板呢 總是看起來會比較 呃 人家說的比較Socket一點 所以呢 在這一方面呢 呃 大家都可以做一個參考 那當然外型的部分呢 呃 麥克叔叔我在介紹呢 比較不會參與個人的意見在內 呃 因為造型這種東西是 完全是見仁見智的 呃 呃 以這個短板吐廚的造型呢 呃 這個我相信陸陸續續 還會有蠻多的一個 款式做一個開發 那這個只是其中的一個款式 呃 GP造型的一個 前吐廚 然後 這個 百分之百正探院製造 那如果朋友們有喜歡 那可以到賣個參與街 親民來做一個挑選 謝謝大家 們